大家好,我們今天來到美國,有Matthew和Jonathan 我們先講一下背景,Matthew我應該見過,Jonathan在特斯斯,在奧斯坦那邊 這次是想介紹一個項目叫做Hong Kong Community Center,有沒有記錯? Hong Kong Community Center,KCC 其實之前這兩年,我們經常討論兩個問題,香港人在各地,有沒有自己的中心 怎樣又有自己的身分,又可以混合到當地呢? 我們講了很久很久很久,但終於美國的朋友扶諸實行,搞了這個設定 現在已經搞了四間,真是很快,不如請Matthew介紹究竟整件事是怎樣 然後看看Jonathan的親身經歷,有什麼可以給其他地方的香港人有些看法 好的,多謝Simon Hong Kong Community Center,其實就是全美國第一個以真香港人命名的市場中心 我們在7月23日的時候,就在Bay Area開了第一個 逢星期六,下午都有人去打球,籃球與武球排球 也有不同的班,那個班房就是免費給同路人或者同人組織 他們可以應付,每個星期都有不同的活動 有不同的人和組織就可以教不同的東西,舉辦不同的活動 那個是先開始的 然後我們就跟其他美國不同的地方大城市的組織 亦都在談合作 所以接著就在DC,在紐約,和在澳洲,Texas 都開了真香港人世界中心 那未來下一年,在紐約,在紐約,在紐約,和大陸,Texas 都打算將會開社區中心 嗯,在未說實質的經驗之前,都要問一些很大陸的問題 即是社會設計,資金,和專業等等 先在一個受眾角度說 譬如說,在香港人中心,在打球 那和其他中心有什麼不同呢? 譬如說,又或者反過來,一個在美國的西班牙裔人 他可不可以也租場呢? 那麼,那個品牌或者性格,在什麼地方可以彰顯呢? 嗯,那第一件事就是說 歡迎任何國家民族 過來我們一起畫的 那麼,其實我們社會專心的其中一件事就是想 多一些美國的朋友認識我們香港人 那麼,所以很歡迎不同國家的朋友過來一起畫的 嗯,另外一樣東西 最特別的就是我所說的就是說 有一個,我們想是做一個,是一個 platform provider more than content provider 這樣的 所以,譬如說以加州為例呢 那麼,那個地方的班房呢 大約可以坐到三十幾四十人左右 那麼,是免費給人去舉辦活動的 那麼,就變成是,其實很多朋友都是有 idea 想說,將自己學到的東西 或者自己的經驗,自己厲害的東西 去分享給其他香港人 但是呢,那個成功是挺貴的 譬如紐約,如果你想辦一個畫展 一天,可能就一千塊一天 但是,我們這個地方是免費的 你可以用的 那麼,是活化了那個社區的建設 就,很多有心的人都可以參與在內 那麼,這個就是最大的分別 還有就是說,有一個鬥 有一個鬥的concept 就有一個基地,我們有一個地方 那麼,你那裡 就,逢星期六你就找到香港人 這樣 就有一個,可以有一個守望相助 有照應的地方 你說到一個基地,很多香港人離開了 又很想說廣東話 但是,裡面 當然你要歡迎回屬地的朋友 那麼,那個Working Language是怎樣的 不如,我又問Johnny文說一下 Working Language始終都是廣東話的 那麼,譬如說,我們這些活動的時候 會有些是ABC這樣 會過來,一些半鹹淡的廣東話 那麼,我們很歡迎他們 我們一起練習一下廣東話 那麼,但是,就是初頭 但是,現在我們主力呢 都是想專注在 召集在尾的香港人 所以,暫時來說 受眾都會專注在香港人 是 因為,我想大前提 究竟有沒有這麼多香港人 去組織這個社區 那麼,剛才你說的幾個大城市 應該人生是舊的 但是,譬如說,去到一些偏遠一點的地方 又如何呢? 嗯,再偏遠一點來說 就真的有一個挑戰 我們 心目中,都是我剛才所說的幾個大城市 但是,如果再偏遠一點的話 就 可能比較困難一點 你說的一點也沒錯 其實 嗯,現在的資訊的來源 是有心人捐助 政府有支援 還是要收會費 入場費 還是,租場都可以堅持 兩樣東西 我們有一個支援金 那麼,HKPN 就 就 咄心口 我們一些主席組織 就 有少少可以讓他們 當是開始租場的時候用的 那麼,每個公司中心 就有不同的 怎麼說呢? 有可能是租場 有些是問教會的 那麼,教會可能就是 可能不用錢 但是需要買保險 但是,一般來說都是比較便宜的 那麼,以Bay Area為例呢 就是會是 打球那邊收錢 就用打球的錢 遮蓋班房的租金 然後做個收支平衡 那麼,Texas那邊怎樣呢? Jonathan 我們有個很好的前輩 他就用了一個非常優惠的價錢 去租給我們 所以,我們暫時來說 收支來說 我們還在用虧錢 但是,也要買保險的 當然也是 但是,另外一方面 我們都已經要開始想著 怎樣可以有一個 sustainable的模式 那麼,譬如說之前的活動 我們可能會買一些東西 就是,可能 買一些蛋撻奶茶 大家坐下來一起 看看書 聊聊天之外 可以有些東西放在嘴裡 又回味一下香港的味道 但是,這些都未必是賺到很多錢 所以,我們始終都是希望 要找到一個sustainable model 我猜Mathiel可以再說幾句 我們有什麼創意的計劃 嗯,現在還在想辦法 有些地方租金其實是很便宜的 譬如說,一些學校那些 租金很便宜 那,可以的 那,其實,轉過來 Jonathan 我知道有很多創意 譬如說,可以買奶茶 買蛋卡 那,我們都在想,譬如說 可以買書呢 或者買一些紀念品呢 那,其實 應該都不會太困難的 如果是 因為我們 不是說日日都租 不是24小時租 就好像買廣告那樣 你去電台買廣告 你不是一開電視機 24小時都是播放廣告的 你就是黃金時段 買一個就搞定 所以,暫時是可以的 嗯 中間 那個主要的 中間 都是一些活動 我想比較一下 譬如說以前 我們也舉過一個例子 例如西藏的朋友 在美國 他有一個很大的中間 都是一個 一半是靈性的主義 除了是一些活動之外 因為他們有宗教 多了很多的元素 也真的有一些地方的美國人 可能他是相信這個藏傳佛教的 他也會走進去 這個叫做精神的層面 你覺得在這個 Hongkoro community center 那裡可以怎樣彰顯 哇,你這個問題這麼難 嗯 先想想 Jonathan 有沒有答案 我覺得這樣說 我覺得 我覺得 反而是實際一點 精神上這件事 我覺得比較難說 但我覺得實際一點的經驗 譬如說 很多香港人來這裡 他想找朋友 來新的城市 其實他是不知道 去找地方 如果你有宗教信仰 你是信藏傳佛教的 或者你是有基督教的 那你基本上 你是很容易找到 你所屬的教會 你衝進去 就可以回禮拜了 但是呢 我們 center 其中一個服務 就是可以 serve 一些沒有宗教信仰的人 如果我們希望可以做到一個地步 就是 去到一個聖城市 你不用想的了 你想找一群自動代的朋友 有相同的理念的 有相同的價值觀的 接近價值觀的 你就知道去這個地方 可以找到你的朋友 你可以想練習廣東話的 可以去到這個地方 我知道去哪個地方 我覺得這個實際上的功用 我猜可以已經彌補到 未必是很spiritual的層面 但是有一個很therapeutic的功用 我覺得 在活動的層面 我們有了一些比較 就是我們那一行 經常都做一些比例的 譬如說 又是舉例 在唐人街或者孔子大廈 你在床室打音波 其實你覺得 跟他們的作風有什麼最大的不同 就是又可以在活動的同時 可以繼續保持聯繫之外 亦都可以進入一個地方的社會 其實可以怎樣去兼顧呢 聲音 對,我也好想講一下 我們來到歐斯填之後 我是一位前輩,那他前輩很猛料,他在美國,甚至德州,他已經立了很久,在很多不同的charity,或者政界,都已經很有地位 那其實他知道我想做這件事,他就一直給了很多建議我,他就告訴我,提醒了我很多Asian American,不單是Hong Kong,Asian American 他們來到美國之後,他們就閉門做句,我們躲起來,我們自己做自己的事,我們躲起來,讀書很厲害 但是他們就沒有宣布自己的存在,他們的聲音很容易被忽略,所以這個前輩不斷提醒我,我們要做的工作,我們要告訴別人我們存在,我們要告訴別人我們的聲音是值得聽的 我們是這個城市的constituent,如果你是這個policy maker的話,你是需要聽我們的聲音的 那這個就是我們想做到不同的地方,我們一方面我們希望搞些活動,我們大家聚在一起 但是我們也不要忘記,我們希望聚到香港人之外,我們聚集到我們的政治力量 但是,意思就是告訴別人,我們讓大家知道我們的聲音是不可以忽略 那有些實例給你知道,就是譬如說,Austin Center,我們希望可以積極參與當地的活動 那譬如說,我們最近有可能參加了一些聖珠的一個慈善的活動 那我們一起去參與一個walk run的一個活動 那我們就是香港人籌款,然後我們穿著香港人的衣服,我們可以去籌款 那你要發覺去到那裡,我們的確是,這些活動是Asian很少會去的 那我們去了之後,我們告訴別人,我們不只是躲起來的,我們是care美國的發展 我們已經變成美國社會一部份了,那另外一方面就是,我們會繼續參加一些不同的活動 那其中有一個活動就是,可能是龍舟節這樣,我們就一起去參賽 是啊,那龍舟節去參賽,那我們就,我們又去宣布,穿著香港人T-shirt 我們香港人隊這樣,那我們就是,希望可以繼續努力一點,可能下年成績又再好一點這樣 這是一些不同的例子,就是我們不想躲起來,我們不想躲起來自己在房間裏打麻醬 我們是想走出社區,告訴別人我們存在,然後我們很希望組織這個社區 明白,我們再說一點願景,就是剛剛開始了 但是你走下去,你會希望那個目標是什麼呢? 如果你是做實業的話,是不是想變成一些連鎖呢? 如果你要融入當地,會不會推人去參選呢? 如果是NGO的形勢去營運,是不是想,就是有可能搞到好像馬匯 那樣全球,卡洞全部都是brainstorm 怎樣走? 如果是說,首先其實我們現在美國已經和很多各的城市 也和很多組織合作 那其實是類似是一個朋友的,但是 就是因爲收錢我們不是,我們就給錢 給一些seed money,給當地的組織去搞社區中心 那加拿大其實也都跟HKW Canada合作 那Toyanto,Greater Toronto Area,可能將會有三個location 那英國也都跟某一個組織開會 那也都有可能會發生 那這個第一點,這個就是跟擴展方面的計劃是這樣 那另外一方面,其實 將來的發展其實可以,我們想著其實有三個方向 就是文化,經濟活動,以及政治力量方面 那政治力量,剛才Jonathan Ken說了 其實美國很多不同州的政府 其實他們很有興趣想知道 亦都想聽我們一些小眾民族的聲音 那他們會主動去拜訪我們 那無論是City Council也好 或者是一些候選的政府候選人也好 那他們很樂意去過來,去講解他們的政策 去認識我們,那當我們聚了一群人的時候 就無形中就是一個政治力量 那也都… Community Center,就希望作為一個平台這樣 讓他們可以聽到我們的聲音 商業活動方面,就希望集了人流之後 自然就會吸引一些商家 就在附近可以開一些店 那希望在最後可以做一個Hong Kong Town 因為全美國沒有Hong Kong Town 只有Chara Town 雖然可能其實一開始是香港人建的 但這次我們就一定要用回香港人來明明了 文化方面,剛才之前講過了 其實我們有些…其實分兩面的 一邊就是對內,一邊就是對外 那對外,剛才Jonathan也分享過 其實會參與當地活動 也會邀請當地市民參加我們活動 有一個很有趣的 Bay Area 有一次活動是有外國人過來的 你猜猜是什麼 龍舟? 不是,龍舟不是我們主辦 我會講講我們主辦的 演唱會? 不是,麻雀同樂日 哈哈哈哈 是…是… 其實很多外籍人士喜歡打麻雀 有時候讀書,我在美國讀書 也有很多房間會打麻雀的 最初是有些香港人教他們 但是慢慢他們自己也會 也會數回 是啊 很厲害 他們可能要找腳 然後… 知道之後呢 過來我們社會中打麻雀 你也想不到有些外國人 好,很好 一手 哈哈 所以你說到那個願景 剛才是一個… 我覺得很… 就是一個Franchise的概念 如果說,第二個地方 可能不在美國 譬如說在歐洲或捷克 他們想加入一個Franchise 那有什麼規定呢? 又或者… 反過來,有什麼權利與義務呢? 有什麼好處 有什麼可以付出 那個系統是怎樣的呢? 哦… 嗯… 嗯… 其實我們是想一個 是一個sustainable的模特兒 由始至終也是 那… 那… 就是我們會… 還有… 因為… 都叫做真… 香港人社會中心 當然就是要確定是同路人的 那… 是可以… 大家聊一下 還有看看他們當地的地方 和人口大約是多少 然後可以再聊一下 在這個設立的話 會不會有人來呢? 還是… 就是… 沒有人來的 然後就… 白做的 都要好好現實 要看看那個… 每個城市 要看看當地的情況是怎樣的 嗯… 但譬如加入一個Franchise 和他本身 譬如說他在匈牙利 哪裏都好 自己選一個 有什麼不同呢? 或者是… 即是我當是一個 headquarters 的概念 譬如我加入一個Franchise 那… 有什麼支持可以給我? 嗯… 支持的話 其實就是會… 一開始可以分享一個 experience 給他 就是重點在哪裡 那…第二就是說… 會有一點點的錢 那…第三就是說 我們會有個 marketing team 可以幫忙做宣傳 那… 希望這些可以幫到… 嗯… 當地有心的人的組織 手可以… 可以設立一個 香港人社會中心這樣 其實同樣東西 嗯… 在美國來說呢 其實很多人是想去做的 但是… 你想一下就好像開一間公司那樣的 譬如說我想開一間餐廳那樣 很多人都有興趣開一間餐廳 但是… 真是… 下手下腳做的時候 往往就是說 因為沒有那麼經驗 就… 欸… 我應該怎樣做呢? 那個步驟是怎樣呢? 我需要注意些什麼呢? 正正就是我們做過了 我們就可以分享 告訴他們 噢… 你要注意這件事 你要做一、二、三、四、五 這樣就可以開始了 那…我們就可以分享 我們的經驗給他們了 嗯… 最後一個問題 剛才你都強調了很多次 是… 同路人 真香港人 那… 那…譬如說… 真是很多家庭來到 可能是成家大小 可能有一位… 七十幾歲的男士伯伯伯 那…那… 那你是不是… 即是他又進來 那你會怎樣對他呢? 哈哈… 我昨天的 沒什麼所謂的 我…我來講沒什麼所謂的 是啊 那你一齊有個照應 一起去玩而已 其實也有個… 有個交流在這裡 我覺得… Jonathan你覺得呢? 我覺得… 對… 好像你這樣說的 我們打開門這樣 希望各個人都來的 那…但是… 譬如說… 我們… 我們有個… 有個圖書館這樣 可能會… 擺一些書是… 講一些… 是… 可能香港看不到書的 那我們… 反而… 如果… 給一些… 那些… 和我們政治… 或者… 對… 價值觀有些不同的朋友 他們來到… 可能… 看回這些書之後 啊… 有些年輕人聊天 啊… 可能他有個新的體會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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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逆向的… 一些逆向的… 文化交流 那… 這個都希望可以做到 那… 明白… 所以其實… 你是… 都希望所有的香港人都會來參與 可以這樣說嗎? 我… 我… 這麼說 嗯… 一個他來到之後 如果有不同的意見 就大家討論一下吧 是… 明白… 好… 那… 最後一個問題 現在你們… 這個… 時間表和路線圖 有沒有一個… 是… 有多久的一間… 那… 有沒有一個具體的目標? 我自己… 看法呢 就… 其實美國我們… 嗯… 見到的大城市都差不多… 都差不多的了 那…我們其實就… 而… instead of… 開多… 再開幾間 其實應該更加重要的是 做好那幾間 真是可以發揮到… 文化方面 商業方面 和政治方面 呃… 即現實學的… 環…環度 我覺得的深度 我們會更加著重的深度 真是影響力 Jonathan呢? 還有… 是的… 深度… 另一個… 另一個層面深度 就是… 我們… 講了很久要怎樣可以 sustainable呢? 我們的Seed Money 就是終於一會用完的 那…我… 我… 在這個城市… 其實… 這幾個大城市呢? 其實… 我們很有機會是真的可以… 就是… 去到一個sustainable的模特兒的 那… 譬如說我們已經… 可能這個社會中心的背後那些搞手 他們之前有其他搞活動的經驗 譬如說他們搞那些不同的電影的活動 那… 不如在開公司 我們直接… 香港的電影 即…那些可能是… 或者是台灣的電影 即…一些… 一些… 亞洲電影的… 可能香港看不到的 那…我們就 import來 接著我 import來之後 那… 可能是一個sustainable的 business來的 那… 那這個business可以… 變回… 就支持… 就是Senter的運作 那… 或者… 可能是… 開一間… shop 那… 很多… 和香港有關的… 的 product 那… 其實… 我們知道… 很多… 很多… 都… 網上… 打開Instagram… 都很多不同 product的 那… 但是… 譬如說… 我們如果可以做一個… 集合的一個站… 喔… 你買完東西之後… 可以來我們的Senter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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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一些… 就是… 一家… 就是… 一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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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大家都可以… 就是… 互相都可以幫助大家 那… 我們有人留給他們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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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們… 這是在實驗工作 那… 我怎麼能跟… stoneken的 business 合作 那.. 因為始終呢 每一個城市 他們的大灣局長很不同 即… business 是好… 那… 這一… enin… 那我要… 你真的會花點時間 去認識朋友 那… 那這個… 我猜… 床… 那… 有一點特別的就是 tranquille 那我想… 那 2001 不同的州和不同的組織合作 譬如說龍舟賽也是 那我DC那邊會派人過去龍舟 那紐約那邊其實是Lawar Cafe主辦的 他們專門去做藝術那方面的 那我想說的就是說 通過這個HKCC的網絡 其實是可以是share experience 他們成功的話 由紐約可以搬去Bay Area 龍舟賽成功的話 又可以搬去DC 那個不僅是當地香港人的交流 亦是不同州香港人交流的一個地方 這個想法是可以是很創新 是不斷地去找一條新的路 去讓大家可以做一個更加成功的社會中心 明白 我想在可見將來 如果大家有更新的話 其他地方香港人都很想參考 現在英國應該有很多朋友都在想著 類似的概念 看看什麼時候可以交流 我想這個也是慢慢 由下而上香港人的特色 希望我們繼續 互相去 我們今天就先興興到這裡 大家補充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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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